萨瓦地是古代印度的大城市 佛陀来萨瓦地时 会留在为他建造的金蛇中 金蛇是则有很大的树和七彩缤纷的花朵 这里非常漂亮 有一位名叫塞格拉克的大和尚 他也住在这里 和尚有一个妹妹 他的妹妹生了一个儿子 他给儿子取的名字和他哥哥的名字相同 师父这是我的儿子 你能祝福他吗 真是个好孩子 愿你成为一个快乐的孩子 时间过得很快 孩子长大了 想和他舅舅一样成为僧人 母亲 我希望和塞格拉克舅舅一样成为僧人 好的儿子 如果那是你的愿望 那我们就去见你的舅舅 年轻人 年轻的塞格拉克成为一个和尚 在印度 雨季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在这段时间会下很大很大的雨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个朋友来拜访年轻的赛格拉克 并送了他两套生袍给他 等雨季结束后 我就会拿一套生袍供养舅舅 雨季终于结束了 我可以把一件生袍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和尚舅舅 我相信我舅舅一定会很高兴 舅舅,请您接受我这件生袍的供养,好吗? 我已经有足够的生袍了 这是一件全新的生袍 您真的不接受吗? 谢谢,但是我已经足够了 不会再接受你的礼物 今天天气很热 我打坐时你来帮我扇风吧 哦,好的,和尚舅舅舅 年轻的三人感到很沮丧 因为他的舅舅拒绝了生袍 就在这个时候 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妄想 也许我最好是离开这里 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这件生袍怎么办呢? 我知道了 我可以卖掉这件生袍 就去买一只母山羊 母山羊很快就生很多很多小羊 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了 我不再当生人了 哇塞,喂,我在钱币里游泳 我有了这些钱 就可以结婚 有个幸福的家 他遇到一个女孩 很快他们相爱结婚了 一年后 他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亲爱的 我们应该带着小宝宝去看我的舅舅 亲爱的 宝宝让我抱抱吧 老公,请你好好的开车 不要抱宝宝 但是我想要抱宝宝 请你好好的开车 他们忙着抢宝宝 没有注意到前面有堆石头 他们就会撞上去 年轻的赛格拉克真的很生气 因为宝宝差点飞出了马车 他想用马鞭打他的妻子 你无法打你的妻子 那你为什么打老僧呢 年轻的三人感到非常惊讶和尴尬 他也变得很害怕 于是他逃跑了 一位年轻的三人去追他 抓住了他 并把他带到佛陀面前 您的思想能控制前一世的冲动 可以通过调解和适当的沟通 引导思想来控制冲动的行为 同样即使有的东西 可能距离很远 头脑也有能力思考它 并且人们应该为摆脱激情 恶意和无知的束缚来努力奋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